切尔西为了拿下凯塔花费高达8000万欧元的巨额费用 而凯塔也成为了第四个在支付违约间离开第八的球员 而第八虽然少了几名球员 但却从这几笔交易中赚到了相当于一个内玛尔的价格 这样一算 他们也不亏 作为西甲连萨的老牌净旅 他们在上赛季却差一点降级 几分榜排名只有十肉 从B八方人没有其他方式 只有拿出高额的违约金才答应放人 在02年 德甲花了4000万欧元 带走了西班牙国角 而这个价格也是德甲连赛的最高纪录 两年后的夏天又有曼联带走一名球员 足足花费了3千西百万欧元 而今年东窗拉波尔特的离开更是支付了一笔令人惊差的高额费用 如今切尔西也开始从B八拉人了 他们豪爽的一口价就是8000万欧元的违约金 这样的价格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也不得不佩服B八球员的实力 到哪都是一个抢手的香波波啊 这四名球员的离开让B八占了盆满波满 不过了解这个俱乐部 历史的球尼们都知道 B八也不是靠球员的转回来挣钱的 而如今已经卖了几名球员的俱乐部 被人们戏称为黑店 B八也不是靠球员的转回来挣钱的